BIMA 嗨 嗨 我們是要吃晚餐了嗎 請問 對 我們要吃晚餐請坐下 我們來看看小朋友 吃晚餐 來 我們坐下 我們來還是要首先 一點點五百米 OK 五百米也太遠了吧 五百米 一米 對不起 五百米 五百米 OK 有點計算錯誤 好 在這之前呢 我請你喝一杯水 好 請教練 因為我們反彈要講很多口水 對 你要咖啡、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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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是想選幼的 所以你是要喝果汁嗎 還是你要喝果汁 果汁可以 果汁可以 讓我來準備挑選一個果汁給你 好 來 果汁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酸的嗎 酸的我喜歡 好 有人特地服我們了 很好 其實我想喝那個東西 不用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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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來 我請你喝這一杯水 謝謝 然後 有點太過直入心的銷售 沒有 沒有很燙 沒有很燙 對 沒有很燙 其實這個是混合咖啡 對 你知道它的特色在哪裡嗎 什麼 它的特色就是超多超多優惠的 今天而已 對 所以今天咖啡咖啡 都會做很多公開 尤其是新的角色 對 如果你是新的角色 你會在那裡 然後去吃免費 對 其實我現在手代言 被人知道嗎 對不對 是 所以我們不能亂代言 請 請把你的錢 揮到我以下的路 戶口 對 所以 謝謝 蜜蜜蜜蜜蜜蜜 我們這邊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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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請到你來我們的 S.E.G.Masuri 所以你這兩天的慎重 第一天你沒忙 對 第一天沒有來 所以這兩天你感覺到我們的氣氛如何 氣氛很棒 好棒 好喜歡 我真的是很開心 因為本來我還會很累 是累了 但是你開心起來之後 你就不覺得累了 是真的 有那種感受 很熱血的感覺 而且就是可以 找到很多同溫層的感覺 有那種感覺是非常好 對 所以你是第一次來到這種ACG的場合嗎 不是第一次 但是是第一次在台ACG的舞台上面 好 所以看到剛剛 第一次就寫給你們了 好 所以剛剛也許是Anima的本事 或者你們有問題要問 準備寫下來 你們會把你們的問題 交給我們的工作人員 看你信不信心抽到你的問題 好 所以你們有問題的話 你們可以問一下 所以我們也好奇 我也是覺得 因為我們臉還不是很認識 我對你也第一次見面 對 不是很了解 因為當初我第一次看到你是 因為她是YouTuber 在Facebook人家黃謝 分享關於她化妝的影片 多數是 對 而且她嘗試了很多不同品牌 不同品牌的化妝品 對 對 系列的東西 超多的 但是試了很多系列 但是被我畫出來 都是變成同一種系列 好 所以我相信在座有幾位 還是會有很多人對你很好奇 對 所以先簡單介紹一下 為什麼你要叫阿尼瑪 阿尼瑪這個名字其實是一個很深的由來 不只是因為它唸起來很像粗話 是 有點像N 阿尼瑪 對 而且我這個名字的中文名字 就叫阿尼瑪 然後如果我要在中國的遊戲裡面取這個名字 它是破掉的 因為不可以 後面兩個字不可以出現的 所以當初你就是這樣子 沒有去 就直接取這個名字 不怕有後果 因為我知道的 原本的意思是ANIMA的那個阿尼瑪 原本英文 其實它是義大利文來的 義大利文 對 其實這個字是義大利文 然後阿尼瑪的意思呢 就是它每一個人的心中裡面 都有一個ANIMA ANIMA是什麼 ANIMA就是你每一個人裡面的 你最深層的女性的特質 對 不管是男生女生 你心裡面都會有一個ANIMA 就是你如果有一點點女性的特質 或者是你心裡面最理想的 那一個女性的特質 那個東西就叫做ANIMA 所以我覺得這個名字很適合我 好有 沒有深度對吧 對 不只是ANIMA而已 好 抱歉 我大跌眼睛了 我今天學到很多原來 ANIMA深厚的意思 對 非常有意義的一個 OK 我也很好奇 就是你第一次 是什麼時候開始你進入你的那個Youtuber 因為我們也很了解一下你的背景 你可以介紹一下你的背景 如何進入Youtuber這一圈嗎 如何進入 因為其實一開始 我第一支影片是八年前 因為我有那個PPT 對 對 我們來看一下PPT 好不好 對 這個是我第一支影片 最最最最一開始的影片 八年前 然後我第一 一開始我是唱歌的 就是我本來想要就是 只是可能唱一下歌 然後放Youtube這樣子 等一下 我覺得我們要換一下位置 因為我看觀眾看不到中間的重點 我們可以換 那 那我們就坐更遠囉 500米 我們坐旁邊一點 不然再擋住中間的那一個 重點 好 我們進過去旁邊一下 好 因為重點是要看一下 哇 這什麼字啊 什麼東西啊 對 稍微看到就好 不是很重要 對 這就是我第一支的影片 他真的很久了 我那時候去看的時候 就 怎麼已經八年了 好可怕 是真的八年 他是 你是頒唱嗎 對 就是曲婉婷 就是唱那個 曲婉婷唱那個什麼 我的歌聲裡的那個 那個歌手 你存在 對 就是你省省的腦海裡那個 對 原來他就是 原來 OK 為什麼當初你第一次想要這樣子 就是為什麼 本來是 有那個心思 對 衝動想要翻唱 本來想要當歌手 但不知道會怎麼會變諧星 變諧星 對 我們今天認識諧星 因為你滿有才有益的 變才品 有才藝的諧星 好 OK 好 所以你是翻唱過後呢 然後怎樣 就是一開始 我前面很多首都是翻唱 然後後來是因為就覺得 我有唱到一首 跟Jesse Jane一起合唱 沒有 不是真的跟他一起合唱 但是他 對 他在一個APP裡面 好像下一個 是下一個那個PPT嗎 我看一下 來我們看一下下一個PPT 會 可以轉嗎 會 會 變不了 可以嗎 還是我要唸那個 Harry Potter的自死咒 所以你是用那個TikTok來的 那就是 他不是更久以前 有一個叫Smile的 是這一個嗎 不是 這一個是 這一個是我真正開始 要做YouTube的時候 已經是三年之後了 對 對 因為那時候就是因為我有一個影片 爆紅了 應該是下一個PPT 對 對 你可以看到 不是這一張 糟了 我們慢慢來 OK 對 你可以看到 你看 你看 對 最上面的 最 右上 左上角的那個 是我 真正開始YouTube的第一個影片 它其實還是唱歌的影片 但是我就是想說 用一個短片的形式看 能不能還再打回這個市場 因為我已經 斷了三年 中間 對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 我有就是 嘗試很多事情 我又開始唱歌 然後我接下來就是 做一點講故事的 還月餅 還Blog 然後還PPAP 那時候超紅的 PPAP 就想說轉一下它的流量這樣子 看有沒有流量 然後 又都市傳說 然後就 一直到那個 半師美人魚 那個美人魚 那個是我第一 正式開始做YouTube之後 第一個爆的影片 就是從那一個影片開始 就開始化妝了 對 別那麼快 對 對 所以再化妝了 對 好 下一張 下一張 剛剛那一個很多 那一個視頻的 那個美女 所以人家也很好奇 你本身是做什麼的 我本來嗎 就是還沒有做YouTube 對 還沒有YouTube 其實我現在是全職YouTuber 之前 之前 為什麼會要這樣自殘 在做全職YouTuber之前 其實我是做駐唱歌手 在那個lunch bar裡面做駐唱歌手 了解 因為你昨天有分享 你有在台灣升學過 你是修讀什麼 我在台灣 那時候在台灣念 十間大學的服裝設計 是 對 你怎麼這麼驚訝 你是知道這間學校 是不是 是很有名 那間學校 超有名的 你是讀卵中 總號畢業去哪裡 對 卵中 沒有 我卵中的 考試的成績很長 然後我就直接去到台灣 直接在那邊 再讀一次高中 然後再考 類似高中 像喬生先修庫 對 然後再用那邊的成績 考進時間大學服裝設計器 那時候五十多個人 只有一個位置 就是我 恭喜 我覺得我自己超厲害的 怎麼可能 這個是一個的成就感 真的很有成就感 所以你讀服裝設計 可是你出來不做設計師 對 這就是我親戚講的話 為什麼那個 讀出來之後 沒有繼續做服裝設計 在那邊搞什麼影片 解釋嗎 什麼影片 我現在還不是會有服裝 你做的嗎 這不是我做的 但是我有那個眼光 對 你在眼光 然後我從小就是讀設計的 就是在高中的時候 我就讀設計的 然後就是 去了服裝設計之後出來 你會覺得 你現在讀的東西 你跟你之後做的東西 毫無相關 但是我的好像都有用到 就是你始終都還是會用到 你以前學人進的 所以你不要想說 你現在 你讀了什麼戲 你以後一定要走這個方向 就是不一定的 對 然後我們看到你身後 就是那個Freshlight 七年前 對 就是 還沒有正式開始YouTube之前 就跟那個JesseJ 在一個叫Smile的App裡面合唱 他已經唱好了 對 然後我是跟著他唱 然後這個就很爆 對 63萬次 在那個時候很棒 對 很棒 七年前還沒有正式的進入YouTube 對 還沒有 而且你想一下 全世界這麼多人跟他合唱 對 對 而且63萬次的觀看次數也滿 這個是現在 對 當時也算是滿前面的 對 所以就在什麼階段之下 就慢慢從唱歌轉轉轉轉 然後就是 Make Up方面 就是因為剛剛就是剛那個 有很多排的那個嘛 我就是因為化到那個 那個萬聖節的美人魚的妝 一邊是美人魚 一邊是上司的美人魚 那我想說試一下化妝好了 然後結果 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看我化妝 好奇怪 為什麼大家有看我化妝 其他都不看 你不是讀設計的嗎 拿來的化妝書 不是讀設計的 服裝設計其實 我在讀服裝設計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科系 叫化妝 選修就是有叫化妝 但是我在那個選修課裡面 我沒有化過妝 我都是那種很討人厭的組員 跟著別人一起 然後別人化完 然後我在那邊說 拍照這樣子 拍照那樣子 我覺得最討人厭的那一個 就是不做事情的 對 我是一直到那個時候 我才開始嘗試一下化妝 我在那之前 我都沒有深入的研究化妝這個東西 對 其實所以不是我選化妝 是化妝選了我 可是那個變化妝那一裝 是你第一次上妝嗎 還是有練習 不是第一次 在那之前我已經嘗試過蠻多 我之前在台灣歌唱比賽的時候 我有去辦Lady Gaga 我常常就是辦Lady Gaga 然後去她的演唱會 不然就是去比賽之類的 對 那個我沒有放出來 沒有放出來嗎 為什麼今天不裝Lady Gaga 因為今天更想要當一個女裝大佬 好 好 所以去看你這麼多的影片 也有這麼多的才藝 其實你主要的興趣是什麼 其實我主要 其實我真的是跟大家差不多 我就是我很喜歡玩遊戲 玩遊戲 然後看動漫 對 我就玩遊戲看動漫 如果可以的話 我真的是不想出門 對 這算是一個很宅女的 你知道MCO對我來講是沒有的 沒有任何的影響 對 我就是我真的可以一直 待在房間裡面的那一種 對 這樣子 就來房間每天就是 自己想愛熱 然後要怎麼樣 對 很喜歡一個人的感覺 很想攝影的感覺 好 所以我們下一張可以分享什麼 先看一下下一張是什麼 好來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今天我們Anima準備很多功課 就是這一邊 就是 對 那個化妝了之後 我就一直開始走化妝 萬聖節 然後又萬聖節 就是辦那個小丑女 然後這個也爆掉了 也太多了 對 109 這個很誇張 對 然後也就 都是化妝 都是化妝 這個男友不好化妝 是男性朋友 男性朋友 男性 不是男 就你知道標題檔 你要寫男友就 你有沒有男朋友 點進去 喔 男性朋友 所以你現在有男朋友嗎 沒有 沒有 對 然後 這個比較特別 然後就是 總會想要回去唱歌的那一段 所以就是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是 我倒著唱那個 《Silent Night》 倒著唱 倒著唱 然後 不是 就是 很像Rewind的聲音 放Rewind的感覺 對 很巧 你要Rewind回來 我才會變回那首原本的歌曲 對 如果你沒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這一個 這是什麼歌 OK 然後下一張我看一下是什麼 太多了 來 我們看下一張 對 為什麼會偽裝博主 對 這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是 因為化妝選了我 對 因為其實我對化妝 本來不是這麼了解 那是因為 大家怎麼都喜歡看我化妝 我就開始嘗試 然後我是因為大家 我才有那個動力去學更多的化妝 學更好 對 了解 那下一張 所以這樣子化妝 那些化妝產品 當初是自己買 然後 幾乎都是買 然後那時候會有 有遇到一個比賽 然後那個比賽他會給化妝品這樣子 然後就 可以賺到化妝品 賺一下 然後就是 就比到決賽了 了解 然後這一個就是 可是我看你很多短片都畫到很 很花 就是很 需要很高的技術去畫 而不是普通的那種美美妝 淡妝 你都是很 超越你的那個技術上 這個價的技術上 這個很嚇人 這個嗎 但是這個我看過 就是因為你這個短片 我還認識 因為這個是我 跑去那個電影院 對嗎 對 這個是我 這兩支是我頻道裡面最 最高 觀看數最高的兩支影片 大家有看過這一個嗎 當初 你在GSC是嗎 像是在我們電影院 GSC電影院 對 在電影院 辦小丑嚇人的那個 那個衰仔就是我 原來就是你 對 把印度人嚇哭 但是做得很好 真的 對 沒有人敢這樣子去玩 這樣子去玩 那些人不會警告你嗎 不能這樣 不會耶 他們自己的工作人員都這樣 我想跟你拍照 對 只有那一個被我嚇哭的 是一直跑掉 好恐怖 而且你們去的時候 是特地選凌晨12點 對 比較晚的 比較晚的 而且剛好就是這個電影在上映 他們看完電影一出來 就看到一個真的在那邊 這樣子 你確定當時不是工作 這純粹真的是為自己 對 沒有幫那個電影來推薦 沒有 我也想 但是沒有 這樣不錯 也打響了這條路了 對 就開始走向一個美妝的崩歸路 對 像你每次這樣子試不同的妝 因為我看你的皮膚很美 就很滑 然後你當初是 因為不是每個化妝品都適合人 你可以分享一下 到底什麼化妝品會比較 對皮膚比較友善一點 不會這麼容易爛 化妝品 其實沒有化妝品 沒有什麼好的化妝品 會對 強強對皮膚友善的化妝品 就是你畫上去根本是 什麼都沒有的化妝品 也對 對 對 就會講那種 那種打那種 放上去很輕盈的那種 那種 化妝品的誰要放輕盈 粉底想要輕盈的在化妝品 我們就是要變成一張白紙 不錯 對啊 變成一張白紙 我們才可以變成別人 對啊 那個妝厚起來了 就一定會長痘痘粉質 就是 主要就是你卸妝之後 你要勤勞的保養 然後卸得很乾淨這樣子 然後 不要熬夜啊 有保養的那些小屁股嗎 因為我也是有卸妝 卸得好啊 可是我臉就是爛啊 為什麼 卸妝之後要洗臉啊 你卸妝有洗臉嗎 廢話當然有習慣這樣睡覺 對啊 卸妝之後一定要洗臉啊 因為 還是洗臉呢 有過程要需要什麼步驟嗎 還是不能這樣隨便洗 其實我真的是這樣子洗的 我真的是這樣子洗的 這個有幫助到我嗎 我沒有 我怕我講不出對你有幫助的東西 因為我這樣子進去你看 你的皮膚很好耶 用錢砸出來的 用錢 就是那些保養品都挺貴的 對 蛤 也有一部分是因為 小時候的皮膚特別好這樣子 天使 但是開始化妝之後就開始有 皮膚就變很差 就開始注重保養 這樣有沒有試過 未來一個短片 然後不小心 有沒有一個短片的時候 你畫了上去過後就敏感了 然後到處癢啊 蟲腫啊 有試過這樣子的情況嗎 好像還好 但是有試過很難卸的 就是卸完之後還是一塊好 就是有時候我會畫那種 油彩的東西在臉上嘛 然後卸完之後就 怎麼還是有印在上面 對 那種的話 那種是還好 就是可能你在洗多個三四 是把臉的一層皮洗掉 就會洗掉了 原來如此 對 OK 我們先看一下下一個PPT 看它準備到什麼 這一張 來 我們看Anima 來 快變數 這個是 你是說成就感的 對 所以這 大概在YouTube這一邊 你已經鋪了幾年 從半年前到現在嗎 正式開始就是五年前 五年前到現在 所以有五年時間 我當時十三歲 現在十八歲 所以那五年前最佳的作品就是 他沒有懷疑 沒有 沒事 不用懷疑 我就是十八歲 可是我就是十八歲 我已經是越過了 越過了 不想再理你的那個年齡 OK 你要問什麼 那這五年最佳 最好的那個影片 就是剛剛你分享的 就是那個犯小丑的對話 那個是 那個不算是我的成就感 是一個成就 沒有錯 它變成我最高游覽數的影片 當然是最高紀錄的 對 所以這一個呢 這個是做完很有成就感的影片 因為我本身是喜歡唱歌 然後又加上化妝的話 我就是想說 我可不可以自己化妝 然後再自己唱歌 然後再自己錄 對 因為我做這兩個翻唱 就是我一個人化四個妝 因為這全部都是我 對 對 這全部都是我 然後一個人化四個妝 然後一個人唱四個人的份 然後一個人剪四個人的影片 的畫面這樣子 就真的很累 有時候一支好像拍十二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因為我畫完 然後唱完 然後又謝 然後又畫 然後又唱又謝這樣子 還滿快的 十二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然後就做出來 就覺得 滿有成就感的 對 我本身也滿喜歡這個團體 就是那個 英雄聯盟 Nic of Legends 裡面的一個女團這樣子 對 有貧困的一個團隊 還有那個Badass 對 算是很有成就感的 兩支影片 了解 所以這些你有什麼是成就感 另外一個成就就是 我出桌邊商品 但是桌邊商品 不是像ACG會出的那種桌邊商品 我滿想出的 妳要出什麼 化妝品 妳出化妝品就好 我幹嘛出 我很怕 就主打那個Anima品牌的化妝品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有很高的要求 所以我覺得 如果化妝品沒有達到我要求的話 我不敢賣給別人 對 對 然後 所以這兩個 那時候就除了T恤跟那個 我 衣服上面的那個 Loco 衣服上面有個小徽章 對 它是刺繡來的 然後我有單做那個刺繡 然後就有放在那個 我的POOF那邊賣 有放那邊賣 對 這個算是我的一個成就這樣子 沒有想到自己有出周邊商品的 好 所以妳這樣準備到來 妳所有的周邊商品需要花很長時間嗎 很長 大概 一年 準備了一年才出前面那三件這樣子 那還好 然後妳看一下後面 沒有沒有 下一張 好 這個 所以妳是第一次接觸Cosplay的 這個是第一次結束Cosplay的時候的照片 而且這個是在台灣嗎 對 這是在台灣 就很好笑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在那個 就是喬生仙修復 台灣的喬生仙 就是我拿到一個名額的那個學校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他們有出 就是感覺像原遊會 很像 就是像Mak Julie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為了要招客人 然後想說 要不要做一個Cosplay 那時候死亡筆記非常紅 那個時候 對 大家不要吃腿酸的 2008年 然後她沒有寫2008年 沒有弄掉 沒有 誰跑 沒有弄掉 沒有 那時候我才12歲 然後 對 然後就是 第一次嘗試Cosplay 然後就是辦那個L 然後其實這個死亡筆記本裡面 是那個菜單 對 對 就打開就給她看菜單這樣 所以當初是你覺得自己要Cos這一個角色嗎 還是人家推給你 有朋友半推半就 因為她本來就是Cosplay 她是從香港來的一個女生 她就說我們來嘗試看看 她說我幫你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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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出了第一次的Cos這樣子 然後下一張呢 是我去到台灣 台大 就是正式的Cosplay 就是台大 台大的那個活動 最大的 對 台灣最大的那個Cosplay活動 然後就是正式第一次去Cos這個 我那一天在那個場上 場次上面四個小時 我吃了六字棒棒糖 我真的有在吃 我真的有在 我不是這樣放著而已 是真的有棒棒糖的 所以當初的牙齒還好嗎 現在已經不太好了 對 然後這個就很有成就感 因為就是第一次被很多人 就是圍拍的那種感覺 就是下面一排攝影機 上面一排攝影機的那種感覺 但是也滿 也很容易進入那個角色 從這樣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你會呈現那個角色 其實大家有Cosplay的話 應該都會有這種感覺 你大玩那個角色之後 你就很想要變成那個角色的性格 對 雖然我現在還是我Anima 我應該要不講話的 因為我現在是 如果現在是那個角色的話 我應該不講話 不行 你現在在榜行當中 你們都沒有講話 不然我們節目過不下去 OK 所以第一次 所以接下來就 還在繼續讀Cosplay嗎 其實我Cosplay的次數很少 很少 跟場次上面的人比起來 我可能是真的是菜鳥等級的 在場次上面的菜鳥 對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何德何能 可以來這邊當評審 你知道嗎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這邊人不是只Cosplay幾次嗎 當什麼評審 如果我是我的黑人 我會這樣子講我自己 對 沒有啦 別想太多 因為你的化妝技術 是十分的強大 很多人很羨慕你的技術 對 我也是從別人身上學來的 對 都是自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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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那個 半小手下人之後 因為那個真的被分享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全把人都看到 對 太恐怖了 自從那個之後 家人就開始 親戚那邊就開始知道 家人是 原本就知道 因為我就是穿這樣出去 他們都懂 對啊 親戚的話他們也知道 他們也沒講什麼 其實我的 人生滿順遂的 都沒有什麼人在阻止我 罵我 還什麼之類的 這樣你的家人呢 爸爸媽媽呢 有沒有阻止你 然後反對你做這些東西 他們從來沒有反對過 但是那個小丑女 小丑女的那個 因為她的裙子很短很短 我是把它做成褲子 比較安全一點 但是她就穿這麼短 就是 也是第一次在他們面前 穿這麼短的褲子出門 然後我媽就說 穿這樣子出門可以嗎 有點像就是 女兒出門的時候 你穿這樣出門 不好吧 太短了嗎 太性感 太短太性感 對 但是你已經穿不去 最多也是這樣子 對 這樣 所以都滿好的 很幸運 這樣你的那些朋友呢 會不會嚇到 你媽怎麼從來 變成這樣子的呢 有一些還滿驚訝的 但是 有在 默默跟蹤 跟蹤 follow我的 follow follow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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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嗎 追蹤我的人 就會覺得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距 沒有了解 這樣也有沒有 因為我也是慢慢慢慢的 對 所以你在這五年當中 你所籌備的那些 YouTube短片 有沒有比較有低潮期 我相信各位的 紅人還是YouTuber 還是創作者 都會有一個低潮期 你的低潮期用嗎 現在 這兩天還挺高潮 我可以講高潮 低潮 我沒有聽高潮 這兩天還滿開心 對 很開心我知道 想起來也乖乖的開心 今天算高潮 我們也好 就乖乖的 是滿怪的 這兩天是真的很開心 但是這一段時間 因為我開始做周邊 但沒有想到周邊會這麼的 YouTube的周邊會這麼的難賣 對 所以有一些囤貨的壓力 然後開始就覺得 我是不是不該 不該繼續做這種周邊 還是什麼的 對… 就有在想這件事情 要不要 要不要就把大家 畫當耳邊瘋了 因為就是有很多人 就是貴囚周邊 貴囚周邊我才做了嘛 然後做了之後 好像銷量滿差的 但是… 對… 沒關係啊 然後你就把那些 你的周邊送給這種十分 對…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又準備到了嗎 一…二… 沒有吧 幹嘛要準備一份 好像沒有 OK… 是… 你在虧錢 回饋一下嘛 OK 所以在這一個 除了這個周邊上的煩惱 然後在製作短片 YouTube那些內容 有沒有就是很懊惱 因為每個化妝畫來畫去 都是這個主題 這個主題已經沒有新的主題了 也不得到做什麼主題 有這樣子的煩惱過嗎 我基本上是不會有這樣的煩惱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我一個月沒出到幾支片啊 我出片的速度太慢了 了解 慢到我的觀眾都覺得 我喜歡的那個YouTuber 是不是消失了 是不是… 就是… 不知道… 我變老太婆的時候 還可不可以看到我 下一支影片這樣子 所以現在是很少更新的意思嗎 其實大概一個月 一到兩支 兩支… 有第二支的話 他們就覺得好像… 好像被… 被刺服了 你知道嗎 對… 了解 我了解 對…就是一到兩支 所以我的題材 比較不會這麼枯竭 對… 如果是一個禮拜出兩支的那種 就很… 很快就會… 很難再出東西 對… 因為我速度很慢 通常你準備一支影片 需要花多久時間 要看是什麼影片呢 那如果是那種像業配啊 要Cosplay的話 因為你想說 有些廠商 他們都不知道Cosplay 是多麼辛苦的事情 他們想說 我今天出了一個手遊 然後我想要你辦這個角色 我這個影片下個禮拜就要 神經喔 可以…可以出 我用紙箱做可以嗎 我問他 我用紙箱做可以嗎 但是不行啊 就是… 我要對我自己也有要求 影片上去是我自己的東西 雖然我在推廣你 但是我也順便在推廣我自己 如果我東西出來不夠好看 我自己沒有過我自己這一關的話 我… 怎麼可能會這樣砸好自己的牌子 所以至少要三四個禮拜 的時間給我準備這樣子 對… 因為現在這邊也是 很多東西都是淘寶嘛 你淘寶的話 海運五天最快 然後最慢十二天這樣子 對…空運… 所以這樣你看你算來五年 都已經是全職YouTuber了 所以因為我也很好奇 就是說 YouTuber或者是 你叫Pathai 還是什麼 有Pathai嗎你 目前沒有Pathai 就是全職的YouTuber 對… 所以請一分享一下 你的收入嗎 能夠用嗎 謝謝大家採訪 很像 因為有時候我們還覺得說 你去DK賺到錢嗎 能夠養自己 或是什麼 我目前當然是 因為我算是幸運的 心裡的話 就是真的 真的是可以養我自己 養活家人這樣子 對… 那很不錯 你就已經很成功了 算是成功的 算是成功 因為… 但是YouTube真的好難做 真的是… 七分… 也是講七分努力 三分幸運 大概七分了 因為你想說 你真的很努力做了 但是怎麼都沒有人看到 一定會很多這些人 我真的很努力做這個影片 為什麼都沒有人看到 對… 是因為你還沒有碰到你的幸運 就是假設說 我今天我不認識你 你每一支影片 你都做得很好… 有一天我不小心剪到你的影片 我就覺得 這個人怎麼剪輯這麼好 這個人怎麼拍得這麼好 我就會想要看你第二支影片 第三支影片 第一支影片 你這還沒有遇到那個幸運的 對… 對… 的確要看那個運氣 你的品質要在 別人才會留著 對… 對… 你不要想說 靠一個爆紅 然後有些人的頻道 就很不健康 就是可能他 一個影片 可能… 比較低… 低… 然後創成千萬一百萬的 然後又低… 就是… 就是… 不太健康這樣子 對… 好像睡眠不足 睡眠不足 不錯的形容詞 對… 所以你有沒有一些小配合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是說如果那些新手你們想要成為YouTuber 要怎樣做呢 要從這樣開始呢 還是怎樣 有可以分享一下 基本上…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YouTuber 對… 只要你有手機 你有YouTube帳號 你上傳影片 你就可以變成YouTuber了 但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 你有沒有你自己的獨特性 你的獨特性 你的賣點在哪裡 你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像我就是女裝大佬 對啊… 對啊…就是… 宅男… 從宅男變女生的宅男女神嘛 對… 對啊… 然後就是… 你的特點在哪裡 你要知道 然後你要抓到那個… 目前在… 目前的trending是什麼 你要去看別人的影片 你要去學大神的影片 你覺得這個大神很厲害 他100分 你學他80分 你是不是成功了八成的 對啊… 哇… 這我… 這不是講超啦 不是講超級影片 你就是講 你學他的精神 你學他… 他的… 他的影片… 現在是很… 縮圖很重要 縮圖很重要 就是想… 他放這個縮圖 是不是有他的道理 你去研究 為什麼他要這樣不放 為什麼他的人頭放左邊 不放右邊 你知道嗎 為什麼人頭不放左邊 對… 因為他的那個… YouTube的那一個… 攤板 他的格式 有東西遮遮了 所以你們不能壓著 對… 因為右邊… 右下角是那個… 時間 對… 然後你字也要放到 你看得到的地方 對… 別人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什麼 這個很吸引的 這樣子 對… 但是你也不能只靠那個… 縮圖 有些人拍影片 拍半小時縮圖 做了三個小時 然後點進去 縮圖明明很好看 然後點進去 怎麼沒有內容 你內容也要在 然後才會留著 對… 你要找出你的獨特性 了解 聽起來是滿… 很難… 很難… YouTuber其實也不簡單 對… 你要把自己當成一個明星 再培養自己 對… 對… 你從現在開始 你就不能有任何的… 奇怪的行為 例如… 可是你今天很奇怪… 例如像我… 可是你奇怪到很成功的 你都講… 對… 對… 因為你的每個東西 都是滿有獨特性的 算是… 對… 滿有獨特性的 所以你這樣子 這八年、這五年 你其實… 自己有自己的目標 或者自己的夢想嗎 你夢想是什麼 想要成為 TOP1YouTuber嗎 沒有想過 我沒有想過 自己會成為 TOP1YouTuber 然後你現在在想什麼 你的夢想 還是你的目標 我現在… 我還滿想拍真正的MV的 我也想… 一起拍 一起拍 我們今天穿的是 同一個色系 色系 昨天是同一個髮型 今天是色系 我們很有默契 OK 好 所以你是想要拍MV 滿想的 因為你也可以感覺到 我的影片裡面 常常會穿上一些 唱歌的東西 然後我可能自己剪接 自己化妝 有限 自己能做的 真的很有限 我想說 有沒有機會可以做一個 更正式 更正規的 屬於你自己的MV 自己的歌 有想過嗎 有 滿想 很想 非常想 但是我要求很高 所以好像沒有人 沒有什麼人敢來找我 對 你可以去找一下七號嗎 畢竟那種寫詞 配樂還是要找專業的來 知道就可以見到 對 我很期待你將來的MV 你們期待嗎 Anima的MV 希望他唱什麼歌 新年歌嗎 新年歌可以 很多Youtuber都很喜歡唱 新年歌 每年新年都會有他自己的新年歌 但是我本身是不太喜歡 新年歌的人 大年話才 OK 所以就可以去問一下 你們的那一個粉絲 就看粉絲需要 如果新年歌可以唱到 像MariaCarrie的那個 All Like One Merry Christmas 就每年會播年歌 每年播 就播那首歌 他就躺著賺 永遠就躺著賺錢 如果新年歌可以唱到那個程度的話 我做 我就期待了 我們就期待Anima的新歌好不好 你太期待了 你給自己多少時間 一年 兩年 甚至講出去就露出來了嗎 連YouTube就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現在還是 還是就是可能會負債的情況 所以我也不敢講太多 但是我還是很期待 我們很期待你未來的 獨特的MV 自己的作品 我也有想像中的那個神作 好 了解 所以我這邊基本上都問完了 你們台下的 有人要問他問題了嗎 來 舉手一下 有嗎 好好喝喔 來 小妹妹你來 你小心喔 這個很好喝耶 來 一個問題罷了 來 給妳一個問題 先問一下妳 妳是哪位 我是 小患 明明明是假的 妳很吵 OK 來 我想請問Anima的折偶標準 阿倫 妳沒有問到 什麼 什麼標準 折偶標準 這個 大家想知道嗎 是 克勞德 我發現 我們剛剛的反彈 他們沒有興趣 反正這個他們 小患 你又不是在拍影片 你要選擇回答他 有全力放棄他 可以回答 你知道有些回答是可以很觀想的 對 他不滿意了 他已經不滿意了 好 所以你要回答是 他剛剛有人講克勞德 但是我覺得克勞德不是我的菜 什麼叫做 因為你不覺得克勞德就是這個角色原本的性格 我覺得克勞德是有一點溝通障礙的人 我不喜歡會有溝通障礙的人 就是我希望這個人是可以一直 跟我很深度的聊下去的一個人 對 他要細心 好 我就幫他總結了 他是想要找一個能夠聊得來 比較活潑的 又愛他的 又疼他的 就對了 一切看感情 OK 看感覺不是看感情 對不對 還是會看外表 好 我們今天就感謝我們的安妮馬 好 我們來再談情一下好不好 安妮馬來 走走 不是叫真的走嗎 沒有啦 現在正式的送你走 所以我們很感謝安妮馬 充時間來出席我們的活動 我們掌聲給他鼓勵好不好 謝謝他 也謝謝你 待會兒你還是會上台 來跟他們一起玩遊戲 對 所以也許要跟他一起玩遊戲的 要留下來 大概四點多五點應該 所以我們再次感謝安妮馬的訪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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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 如果你要拍照的話 你可以去OV賞那邊找你 是嗎 是嗎 對 那個我的BOOF在那邊 然後如果想要拍一些 拍力德還是什麼的話 我會在那邊 但是現在因為我的假髮戴到有點痛 所以可能拍一個半小時 我要上去把假髮脫掉 然後再回來拍這樣子 好 需要看他的形象的話 你就待會兒再回來看他了 來 三次的感謝安妮馬 謝謝 謝謝安妮馬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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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